很大的念力才能碰到東西 好像剛剛聽到你的狗碰你 因為我自己聽過 通常靈魂是碰不到你 因為他們只是一次性 除非他們的念力是很強 那就會有感覺 鬼跟你RollGate 信不信由你 歡迎大家收看遊靈開始 是我阿Kat 和我的拍檔 Colin 和大家見面的 在開始之前記得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 要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每個星期上來聊一聊 還記得逢星期一令神令時 收看我們遊靈開始的 是本地的四點二號台和Comcast 193 好了,Colin,我們今天會講一講關於動物的靈異故事 以我所知,動物在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背景文化 有不同的意思 好像在我們的佛教或者亞洲社會這樣說 動物都是一個靈魂之一 而且他們都要經過轉世、有投胎 好像我們說這一輩子,如果做事不好 你下輩子可能會做狗 但是我知道西方好像有不同的說法 因為在早期大概在十四世紀之前的宗教 尤其是教會、基督教、天主教 他們很有趣 他們認為動物是沒有靈魂的 人死了之後才會有機會受審判 上天堂、落地獄 但是動物是沒有的 死了就死了,什麼都沒有 但是當然這個說法在近代 他們本身的教會都應該推翻了 所以我知道在某些州仔、鎮仔裡面 有些教會會做這樣的安排 是幫助教友的寵物去受洗 領性體 即是將牠們的狗狗也進去教了 信天主了 也不錯 他們因為洗禮就可以上天堂了 是的 那牠們比我們的速度或時間更快上天堂了 是的 不錯 這就是動物靈魂的說法 但以現實世界來說 動物真的會有靈體 至少我自己的親身經驗 我見過幾次的 有一次晚上開車時 我洗經了一個磨 那時已經半夜 那磨是關掉的 其實我經過那個位置 應該沒有車也沒有人走 但是我走的時候 我載著我太太 我突然停車 然後我看到 你突然踩甚麼車 我告訴你前面有隻狗爬過 你見不到嗎 然後我這個太太說 你前面看甚麼都沒有 快點開車回家 這是真的非常新鮮的 因為我不知道 寵物都可以有靈魂 雖然知道寵物是有靈魂 但我會認為 它們那些是,還了一身的過 然後就很快去輪迴也好 或者很快會變回它自己的本體也好 原來寵物也會有遊魂野鬼 這一下我覺得挺新鮮 有一次是在Skyline Skyline Highway 我們這裡的Bay Area Gatelli City那邊 Skyline Highway 我回家去必經過那條路 我試過幾次 晚上的時候 我在Skyline Highway走著 然後我前面就離遠 就看到一個很奇怪的形象 我看到一個好像8月15日 一隻很長的腳 一邊前面仰下這樣動 接著我再駛近一點的時候 就開始看到一條尾巴發一下 那我就很熟悉這個形象 看一看 接著我就決定 駛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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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在我前面擋住 接著 當我走近的時候 我就開始看到一隻馬 剛才那隻馬的屁股是對著我的 在我前面走著 但那隻馬是半透明的 即是都是那些靈體 哇 這個真的很興趣 所以我幾次都見過這些動物的靈體的時候 所以我確信動物是會有靈魂的 嗯 接下來這個故事 就是直接發生在我一個好朋友身上 這件事也是發生在聖誕前夕的 近了 近聖誕了 我們現在 他在大約聖誕前 大概一個星期左右之前 他有一隻狗仔 養了幾年 幾歲 很疼愛那隻狗仔 有一次他回家 他開門 那隻狗仔太興奮 一見到主人回來 就立即衝出來 他在車上搬東西上屋 開了門 買完 你知美國人家庭 購買很多東西 放在背包中 逐漸搬進屋 他打開了門 他不懷疑沒有運 那隻狗 那隻狗就立即開心衝出來 一走到車邊的時候 不過意就衝上馬路 然後被車撞到 然後就過了身 我這個朋友就很傷心 因為他很疼愛那隻狗 是一個女生 哭到死去活來 然後時候 剛剛第二星期聖誕 我們就決定在他家裡 開聖誕派對 即是陪下他 即是順便開解一下他 我以為你這麼壞 人家剛剛喪狗子童 去那裡開派對 因為他主動說 我不想一個人 因為他 變成他只是兩姊妹 和一隻狗住 所以他的姐姐出了房 那變成只有一個人 自己一個人管理 那隻狗不在 他會很傷心 我們說搞派對 不如你到我家裡 當陪下我 我們整天就去那裡 當陪他安慰他 此而此地開派對 在我開派對的過程當中 突然間 他們整天在聊天 在喝東西 吃東西 看電視 有些人在唱卡拉OK 當時很流行在家裡唱卡拉OK 然後他們在玩的時候 我就在收拾東西吃 然後我褲腳在那裡 撩下撩下 然後我就 有東西撩下 我心想想 老鼠? 然後我就瞪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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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 我看到他的小狗 在用鼻子頂著我的褲子 然後我就 不敢出聲 因為我這件事 我不敢即場告訴那個 因為我想他會很傷心 或者心中會崩潰 如果他很疼愛那隻狗的話 所以當時我是不敢說的 我當作沒有事情 不斷瞪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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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瞪 每天晚上都見到一隻小狗在屋子走來走去 哦 那時候呢 到了派對完了 第二天 我就問回他 他的姐姐回來 我就問回他姐姐 你這隻小狗 是這一天過世的 那他就說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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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緝 會不會是剛巧 頭緝他回魂回來呢 然後呢 這件事 我問他姐姐 就跟他姐姐說了 那他姐姐呢 初時說不告訴他妹妹 但是不知為何一次 不知為何流了後風 她妹妹知道了 接著妹妹就馬上打電話來問我 就說你真的見到他嗎 因為為什麼呢 原來他當晚 在聖誕節那一晚 他總是感覺到 那隻小狗在他身邊 但是他沒有陰陽眼 他看不到 他就覺得 那隻小狗在身邊 他始終覺得那隻小狗沒有離開他 讓他知道也好 心靈上也有個安慰 原來他仍在我身邊 而這件事後期引證了 真的發生了一件事 是吧 那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繼續 幽靈開始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幽靈開始 仍然有我阿Kate 和我的拍檔Colin 繼續和大家講一講 動物的靈異故事 是的 然後我朋友就知道這件事 他的心更加是沉重 他見不到這隻小狗 他很想見到這隻小狗 但他相信這隻小狗是沒有離開他 他另外是陪著他在身邊 因為他經常都覺得 所以家裡的東西會突然 有些小狗走路的腳步聲 又覺得有東西撞跌的東西 就覺得那隻小狗撞跌的 所以他經常都覺得那隻小狗 在他家裡的身邊 你剛剛說引證了一些東西 是的 但這時候我一直沒有去過他家 所以我不知道究竟他的小狗 是否真的在他家裡 直至有一次他打電話來 跟我說他的情緒是很激動 但是有一點有興奮有傷心 很複雜的一個情緒 是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剛剛回家 就發現漏了一些東西在車上 車子排在對馬路 他原本想走過對馬路 就去車子拿回一些東西 但他想走出去的時候 突然間他腹腳被扯一扯 是 好像被扯到東西 他就下一次轉過來看一看 在那一招那裡 他看到他的小狗 現在他轉過來看小狗的時候 後面馬路上 有一個車經過失控 撞到另一輛車上 嘩 如果在那一招那裡 他剛才踏了出去的話 那個車就會先撞到他 再撞到另一輛車上 這隻小狗也挺有性 救了他主人的命 死了之後還可以保護到他主人 是保恩的感覺 所以他真的 但是另一轉的時候 那隻小狗已經不見了 然後他就很激動 打電話來問我 會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因為他親眼看到他 我看到他 我看到他 都需要很大的念力 才可以碰到東西 好像剛剛聽到 你的狗去碰你 因為我自己聽過 通常的靈魂是碰不到的 除非他們的念力是很強很強很強 就會有感覺 除非你本身自己是那些所謂的高靈人士 好像我那些 那就會比較容易被他接觸到碰到 但譬如他不是高靈人士的話 就沒有那麼容易 可以這麼說 剛剛想說一說頭七這件事 我們之前有一集都說過頭七 但我仍然想多問 頭七的意思是他會在七天內 還是第七天回來找他回家 因為有很多說法 例如有些道家的說法 就是傳統中國人過世 他會分為頭七、二七、三七、四七、尾七 因為頭七就是要長子和高堂的人負責守野 而二七就輪到二房和老婆 連續七天 就是每個七天 頭四個七天 頭七、二七、三七、尾七 那這條絲不是一直在那裏嗎 不是的 意思是他有個靈堂回運夜 他說他會回來 有些說法 這是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每個七天就會回來一次 就是每一個家族的姓 哇 這樣也真的很忙 以前做所謂的頭七 就是頭七、二七、三七、尾七 四七就是尾七 即是他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知道法科 另一些道述 就是道家法科師傅那邊 他們原來計回運 是有另一套計法的 他會根據那個人過世的幾天 然後他有一套公式 計完之後 他會告訴你 他是哪一天回來回運 雲頭有多高 什麼稱骨那些是嗎 不是稱骨 他們有一套另一套方法去計算 計完之後他會知道 例如舉個例子 好像之前我外父過身 我發科的朋友幫我計完之後 他說你外父應該是幾多好 就會回運回來 他會在南面那邊的方向進來 他雲頭有多高 告訴我 那你就會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只是那一天 你計到他回來那一天 可能就要燒一些東西 因為我要回避 我不會 因為他會回來 即是居住一個圈 這樣 我們就會放一些 野食 那些製品 即是一些 他平時生前最喜歡吃的東西 就供奉在那裏 見杯茶 回來 他會在那裏喝飲飲飲 就走了 即是 他會回來繞一個圈 然後 是對巡視最後一次的 壞面 然後就走了 這樣 除非好像你剛剛所提及的 可能很不捨得 可能就會一直 但我們都試過報夢幾次 我也有講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這裏講過 他有一次回來報夢 告訴我 我在一個廚房裡 在夢境裏面 我在一個廚房裡 在倒水 突然間我外父就拿著兩個袋 在一個樓梯走進去廚房裏面 我看到他 我外父身前的腳是有事的 他走的時候有點兒子 但那一天走回來 很瀟灑自在 走兩袋梯走進來 我說 咦?走得這麼舒服? 雙腳沒事了 他說 現在就沒事了 走得走得了 還在我面前按一下給我看 然後他說 咦?你去買東西吃嗎? 我問他欠了兩袋食 一袋是麥當當 一袋是Tago Gel 即是那兩袋 我說 咦?下面有嗎? 他說 下面什麼都有 你有錢就有 這樣 他就在我面前說 什麼都有 我喜歡吃Cheese Burger 買了Cheese Burger 他說 這個Tago Gel 這個Tago Gel 就是你們喜歡吃Tago 買給你們吃 哦 OK 那我就說 那就好 下面有 接著就醒了 夠不夠錢花? 醒了之後才死 糟了 我外父下面說 什麼都有 有錢就有 就是說他沒有錢 就不夠錢了 因為你在一個佛堂 那裡就安了個神位給他 是 那快買了很多金銀衣子的東西 就拿去佛堂 托那個道姑 幫我們燒了他 給我外父 這樣 這樣也很有孝心 對 因為怕他下面沒有錢 好 那我們進入第二個故事之前 我們先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之後 我們就可以一氣可食 講完整個故事 一會兒回來 遊靈開始 歡迎回到最後一節的遊靈開始 已經有我阿Ken 和拍檔Colin 繼續跟大家分享 這個寵物的靈異經歷 是的 這次寵物的靈魂故事 比較特別一點 是來自於西方來老故事 是來老故事 這件事大概是九十年代左右 九十年代初 我們這裏 Local 一份的報紙 一份美國報紙 那份報紙裏面 當然不是頭版 娛樂版那邊 就當作一個有趣的 趣文 趣文故事 跟大家分享 我看來挺有趣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說在 又是喬治亞洲 喬治亞洲 一個中間的 那些農場位置 有農場的地方 有一家農場主人 他養什麼呢 養火雞 OK 他養一隻火雞 到過節就 就 賣給人 火雞節 那他養了火雞 其中有一隻火雞 就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因為 他的兒子 他有個小朋友 當時來過 這個火雞 生了蛋 生了火雞蛋 不知道為什麼 他應該不會受精 應該是沒有仇精的 應該是沒有仇精的 但是發現這個鬼雞 他拿燈子一照 他仇精 有胚胎 有胚胎 然後他兒子 就覺得很興致勃勃 我要敷了他出來 看看是不是真的 火雞 整個過程 就是他敷了 為何陪著火雞去捕 直到火雞出生時 他親眼看著火雞出生 他就對火雞很有感情 所以他決定這隻火雞不賣 養了它 當寵物 OK 自此之後 這隻火雞真的是水鬼星成王 變了人家的火雞 他就是很大支東西 在歐淚通處走的 吃得好 穿得好 因為他真的跟他兒子 一起在那裏 小朋友一起給他長大 寵物那樣 過了很多年 都養了很多年 很開心 但是那隻火雞 就好像真的有性 就是跟他玩的 玩什麼呢 就是跟狗仔一樣 丟了一兩個 他馬上跑到女兒 擔回一塊東西回來 讓他再丟過 就像狗仔那樣玩 他就覺得太有靈性了 所以就特別喜歡火雞 就是幫他起了名字 就幫他扮靚靚靚 拍照 這樣 就去拍一些家庭照 也有他的份 就是當了他家人 這隻火雞很有趣 就是每一次發脾氣 就是動物都會有發脾氣的時候 每一次發脾氣的時候 他最喜歡去廚房 就掃掉了鹽瓣 掃掉了什麼 鹽瓣 鹽瓣 整條的內蠍 然後就在掐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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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掐 很喜歡玩的 每一次都會這樣 弄得烏煙瘴氣 直至一次 這人火雞真的開始... 連路了 過身了 就死了 兒子都很傷心 當然會死 都接受現實 而且他們是一間教徒的 據聞說那個家人都是一個教徒 是那些虔誠教徒 那時候教會也跟他們說動物是沒有靈魂的 哦 那時候他們這樣說 他們就很傷心 因為如果有靈魂我就可以求天主 放上天堂 放上天堂 但我沒有靈魂了 很傷心的 直至有一年 隔了差不多大半年了 有一天他們全家就出去了 過節日去了教堂做 我記得如果我沒有看 記得記錯那個故事是這樣說 他們做什麼指贏尼薩那些 他們指贏尼薩回家 發現廚房的鹽瓶打射了 打射的方法 就是平時他的火雞專門發脾氣 打射的狀態 我覺得很奇怪 難道有老鼠還是什麼 他們走過去準備掃走一些 掃走一些鹽之類的東西的時候 發現地下都攤了鹽的時候 有一隻 有三隻腳印 就是當時以前那隻火雞發脾氣 弄死了一年之後 他在那邊踩踩踩進去 一隻火雞腳印在那裡 嘩 好神奇 接著他們覺得 他們相信有的 動物是有靈魂的 立即將電視器就回到教會 跟牧師說 我們看到牠有靈魂 我們要求快點 求天主接回牠上天堂 要祈禱 這件事就傳了整個小鎮 每人都知道 這些檢的事跡 但當時來說 這些只是當作一些翠民妙事 就放在報紙的附行那裏 我相信牠們的寵物是有靈性的 就好像今年2020年發生很多時候 我有幾個朋友的寵物都今年過世 牠們會相信牠們過世 之後會投胎做回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牠們 是的 我都這樣說 對 牠們就很努力地 去做人 去做人 這些都聽很多 所以其實動物不是沒有靈魂的 最誇張的一次 我看到那個靈魂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那件是什麼 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的靈體 就是經過我在回家 駛上Skylight Highway之前 在Sunset區那裏 有一個叫Lake-Masset的湖 有一次 半夜兩點鐘 去完Party 當年還是年輕 去完Party 開車回家 經過那個路的時候 望到湖那邊 為什麼有團霧 那天沒有霧 周圍天空晴落 但是我開車看湖邊 湖面有一團霧 這麼有趣 只有一團霧在湖面 我沒有理會 走一走 不對路 我開車慢一點 再看湖面的時候 那一團霧的形狀很奇怪 一塊這麼圓 但是有一條很長的頸身上來 那款霧 你講得好像什麼… 什麼…什麼厲害…什麼水怪 林思胡水怪 林思胡水怪 好像那一款的東西 然後那個霧 在湖面上浮著 浮著 浮著 往前進行 但是總之 那條霧 這樣長 就有一條… 好像一條頸蕃 都動動動動動動動的 我就覺得 是什麼來的呢 到今時今日,我都還不知道 沒有辦法解釋究竟這團是甚麼霧 是這麼特別的 這個我可能可以解答你 因為這位置我知道 它有那種好像是鼠尾草的物體 好像雞毛掃那些 它是很高的 可能會不會是看到那樣東西 為甚麼我會留意那團毛 就是我駕駛的車離遠在湖 那團毛是很大團的 如果跟回比例來說 五、六隻艇拍攝也不夠那團毛那麼大 這樣就有點出奇 我才會留意到它 因為有這麼大團毛 在湖邊浮一下 還有一條很長的 伸出來動一下動一下 所以我就覺得 究竟是甚麼來的 難道幾億萬年前的動物的靈魂都還存在 我經常去的水湖 經常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當看完那個報章 但信不信由你 如果住在三藩市的朋友 有聽過或者見過類似的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可以找一天再討論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由零開始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